当时在这个计划经济时代 所有的瓜子 公家卖的瓜子 就没有品牌的 要么就是黑瓜子 黑瓜子 蓝瓜子 而它唯独给自己打出一个品牌 而且不是一般的品牌 叫傻子瓜子 冬天天气很冷 安徽省五湖十九道门巷口 却排起了长队 人们在冒雪等着购买 刚刚出锅的瓜子 画面正终的这个人 就是瓜子摊位的主人 年广久 这些人卖了十根瓜子 我说不敢买 就偷偷摸摸摸 死不得了 可是他一句话 他来我跑我动 他走我背 1981年 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 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 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 使城镇劳动者 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大门开了一道缝 胆子大的人先干了起来 触觉敏锐的年广久 在五湖的十九道门 也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 买瓜子的人 络绎不绝 有人提议 年广久给瓜子起个叫得响的名字 你一买位抱瓜子 我抓一把给你 他说不要 他说不要 他说那个罐子 他想踹 人家叫啥子 我说不放 叫夸子 人家喊的 喊不送口就喊的 傻子 对吧 傻子富了 年广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毫不隐晦自己有钱了 哎呀 这钞票的没字了 就塞了房子 蒙哥子 起销过也塞了 我们四围定位一样 你敢了不就了 这什么是啥 我说钞票没字了 你不要投入 赶快走 你的钞票 又是个贼 年广久晒钞票 是当时吴湖城 人们最乐于传播的话题 卖卖瓜子做做小生意 竟然能发大财 这样一个事实 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 一个新的身份名词 开始在城市里流行 个体户 他指的是 像年广久这样的 没有国家保障 自主做小生意的人 他听上去似估百味杂陈 有蔑视 有同情 也有小小的 对他们自由身 和迅速致富的暗中羡慕 有一个干部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说傻子瓜子 带着报 带着报道 傻子笑 这个打油诗 当时在香港的媒体上都在流传 可见当时 对这个人非议是很大的 八十年代末 信资还是信社的讨论 在报刊上开始随处可见 私营经济再次成为敏感词汇 而在此时 年广久的生意越做越大 生意日渐红火的年广久 有些忙不过来 他开始雇佣工人 为了证明年广久 是剥削工人劳动力的资本家 有人甚至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 找到了依据 超过七个人 到他的用功用到八个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业主他就可能 自己不参与劳动了 那马克思就把他定义为资本家 年广久虽然照常朝他的瓜子 但每天总能听到一些 对他不利的风声 过去的经历 历历在目 这些都让他惶惶不安 从他的谈话当中 他讲了过去很多很多 怎样造他用的话 就是迫害了 造成迫害 打扮怎样迫害他 怎样追着他 目搜他的瓜子 怎样怎样 通过他的这个英语 这个谈话当中 给我了一个印象 就是他害怕政治变 再回到过去那个岁月 也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 年广久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很快就得到了一个伟人的支持 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 邓小平看了这个材料以后 讲过整句话 所以像这个 像这个死人进去啊 不要匆忙的这个 做决定 要看一看 放一放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九十页 我们找到了这段文字 前些时候 那个故宫问题相当震动啊 大家担心的不得了 让傻子瓜子经营一会儿怕什么 会伤害社会主义吗 林光就是企业史上一个很独特的人物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 第一个所谓的资本家 是一个没有文化的 炒瓜子的 把自己称为傻子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具有很强的一个讽刺心 那同时也说明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的理论 它一旦到现实中是多么的可笑 邓小平讲话以后 关于故宫问题的讨论 渐渐消失无声了 生意红火的年光酒继续雇佣工人 炒卖他的傻子瓜子 在人数最多的时候 竟然达到一百三十人 那那个两年半待在监狱里面 心里面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 不委屈啊 为什么 那是你想话不一样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快乐 在傻子瓜子的发展过程中 年光酒一直和一位未曾谋面的老人 有着不解之缘 那个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 1986年春节前 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 油奖销售 并以一辆上海排轿车作为头等奖 那了解推迟开家 你看他还去去个人 你看 那时候大概 你要开那个家 你也买两把瓜子 是啊 那还死人 那边瓜子掉了彩票了 十块钱 买的不多 但这个油奖销售只 哄哄哄哄搞了十八天 善计下了一套文件 禁止一些钱 消息 这下把另外一个人家傻子瓜子搞打乱了 你看一个傻子 一粒瓜子 就是这时候麻烦 两条路是东西 一个是上面的 一个是计划 不出几天全国各地都来退货 瓜子都变质了 资金不能回笼 法律纠纷也来了 公司因此从波峰到浪谷 一蹶不振 祸不单行 吴湖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傻子瓜子 一位副经理的举报 对年广九个人经济问题开始调查 为了把这个公司当时的困境摆脱 因为你亏损了 你要有人来承担责任 你要把这个公司要有个交代 那么应该来说 把傻子撞成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这是年广九第三次坐牢 第一次因为犯鱼 他被戴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 出狱三年后 年广九因同样的罪名再度入狱 这第三次 年广九被捕的罪名是贪污 挪用公款和流氓罪 而在狱中的他 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九九二年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让他再次起死回生 杀日当时成为 世音进去的一个代表人 你要懂他一下子 那整个的这个 这个世音进去下 就变了人要出现 强盗中人体的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小平讲呢 无论如何不能动 他是从全家来考虑的 所以杀字挂字来 他也是这个历史的这个 引数啊 就跟他的费成功不苦 出狱后的年广九 没有忘记感谢邓小平 年家父子联名给邓小平去了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我们时时不忘您的恩情 寄上几斤瓜子给您尝尝 希望您喜欢 这时候你快乐 一时候你快乐 走牢是个苦吗 苦整眼生命了 傻子 我做了事情不干你 好 谢谢大家 西门